2020年9月的一天 在美国洛杉矶的圣祭寺 修成了码头明王水潭珠挂法 雍和宫的寺主张家呼图刻图说过 此至高大法与色究竟天传承于世 能精确用于确定正邪教法 但是未曾见到过有人修成 如今在圣祭寺修成的码头明王水潭珠挂法 显现圣圣威德 圣法即将开始时 天空中飞来了无数艳丽的嘉陵鸟 它们的叫声响彻空气 嘉陵鸟围绕着寺庙盘旋飞舞 为这次码头明王水潭珠挂法的举行 增添了神奇的祥锐 修法之前 参会的每个人随机抽拿编了号的纸团 由抽到一号和二号的两人 在五颗一模一样的菩提珠中 各自独立选拿出一颗 分别染成了红色和绿色 红珠代表福姿粮 绿珠代表惠姿粮 两人将红绿珠子和其他三粒木色珠子 一起放入水潭城中 因为这五颗木制的菩提珠是同样的材质 放在水潭城中以后 五颗就很自然的漂浮在水面上 没有特别的靠近 也没有特别的远离 但是修法以后 这种情况马上就变了 依照法意 初潭开法 必须先启动试潭硬挂 也就是由主潭聚盛德 站在水潭远处 大声对法界齐请 请马头明王水潭本尊 入潭硬挂 经修法 马头明王本尊 入潭显胜硬挂了 在试潭硬挂时 五粒珠子自然地漂浮在水面上 此时 承报人念诵文书 拿摩释迦摩尼佛 是娑婆世界佛教教主 然后当场将黄表纸文书火化 此时 法会大众亲眼看到 水潭上的红色符珠和绿色慧珠 神奇地走到一起 贴紧不分开 已是认同文书的内容 在主法的聚盛德将红绿两颗珠子分开以后 五颗珠子又是自然地散开在水面上 再次则绝分隔两地的红绿两颗珠子又走到一起 而三颗木色珠子仍然漂浮在原处不动 这样连续则绝了三次 无论红绿两珠相距多远 都立即走到一起 贴紧 表示认同文书所报内容为真实不虚 接下来开始念诵文书 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是佛土降世佛陀 语音刚落 红绿二珠飞快地走在一起 如此接连则绝了三次 红绿二珠都飞快地走在一起 已是完全认同定性 此时主持则绝法会的聚圣德 照常站在离水潭很远的地方 承报人念诵设定文书 拿摩提婆达多是佛陀 这次结果可不同了 本来自然漂浮的红绿两珠 立刻分开各走远处 这说明码头冥王本尊 显然不认同文书内容 又同样接连则绝了三次 三次的结果都是红色珠子和绿色珠子 立刻分离得很远 说明码头冥王水潭诸卦本尊 坚决否定提婆达多是佛陀的说法 本次码头冥王水潭诸卦法 确定无误的则绝证实 拿摩释迦摩尼佛和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都是真实不虚的伟大佛陀 本次码头冥王水潭诸卦本尊 本次码头冥王水潭诸卦本尊 本次码头冥王水潭诸卦本尊